好,大家好,这里是麦子学院,我是讲师老卢 我们这一节课程中我们谈的是第四节,第四章 第四节 我们看一下会讲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品牌起跑线,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品牌推广的一个操作 这一块的话,很多的一些中小企业的话是没有办法去推广的 因为它的费用会比较高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百度推广里面 或者说在百度里面去搜索一些企业 尤其是一些大企业 或者说一些具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的那些企业 就像一些京东,亚马逊 我们看一下 它的样式的话是什么样的呢 看一下,这就是一个品牌推广 如果你对品牌推广不是很清楚 你看一下,点开进入到品牌专区 在品牌专区里面有一个相关的介绍 你也是一个相,可以在这里面可以进行学习 这是品牌专区 在这个位置,你看一下 它所占的面积 所占的面积是比较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 随便一看,你看 基本占据了我们的一个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包括这一侧,这些全部都是它加的 全部都是它加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京东的 是不是呢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你看一下 它所占据的内容这么多 再往下的话,还是它的 看一下,商业推广 一个是品牌推广 像这种每个月 基本都是 差不多上百万的一个广告投放 甚至更多 你看一下,在右侧 你的广告6月18号的一些狂欢节 那么这个的话就开始 做这块的广告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还可以去搜索其他的 小米的话之前是没有做的 我不知道近期做了没有 近期的话也还是做了品牌推广 那么之前的话它是全部下架了 小米的广告 百度 百度投放的广告 我们看一下在这里面 这一块的话是在哪里去弄呢 这一块我没有开通 看到了吗 这一块虽然开通了 但是我们的这一块是看不到的 品牌起跑线 查看协议 像这种一般这个协议的话 基本都是默认的 默认的 我们看一下在这个位置 开通了 选择已经开通了 那么点击 首页 在首页里面我们找到有一个叫品牌起跑线 从这个位置进行相关的设置和优化 我们再返回来看一下 认识一下 那么这个像我们在PPT里面所看到的这个是一个网页端的一个频道 它的一个样式 当我们在百度里面去搜索海尔 或者是说就像我们在刚开始测试的一样 去搜索京东 去搜索亚马逊 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是它的页面会比较大 对吧 那么它的基本规则的是展示的位置的话 是在固定的首位 是在固定的首位 那么触方词的话 基本都是你的精确匹配 匹配的是你的品牌词 匹配的是你的品牌词 那么它展现的样式的话是图文混排大灭集展示 而且还有首列加logo加多条文字列 文字列 你看像这种 你看像这些 它的优势的话 我们就不去照着内容 我们可以再来举个例子 不是小米的 也不是海尔的 我们看一下国美的有没有 点开在这个位置输入国美 我们看一下还是一样的 对不对 看一下是不是有多条链接 你看像这些 像这些 还有在这些个位置 我们可以点开任意的一个 假设我想点开海尔席机-17099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美的 你看618提切购 提切购 你看像这些 看一下还有什么呢 像这种买多少 大部分指向的都是首页 大部分指向的都是首页 这个的话我们就不去讲 古美的话现在他也画 画了logo 我没有注意 画老虎 我们再来看一下 除了这个的话 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样式呢 还有像这种品牌知道的 我们看一下在知道页里面的一个品牌推广 是什么样的 我们也还是来举例 直接在百度里面去搜索 搜索什么呢 京东 好 再点击百度一下的时候 我们点击的是百度知道 有一些的话 也许没有 也许没有 我们点击亚马逊 看一下有没有 也是没有 小米 那小米手机 这一块的话 他也是没有去做这一块的投放了 我们看完这个的话 还有什么呢 因为这一九百度的话在做很多的调整 在做很多的调整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有时候真的是看不到 有时候的话又会看得到 应该就像这个是我截图的 他就能看到品牌链接 品牌链接 像这个的话 他不是百度知道的 他是针对我们用户的一个搜索情况 而展示出来的 展示出来的 那么像这些 我们就不去讲了 这个比较简单 还有什么呢 教育行业的一些样式 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去搜索达类 在这里面出现的 你看一下 在底部 还有这些 还有这些 其实达类的话 他不做四六级的 你看一下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些 这个是专业的链表 一个是课程的链表 我们可以来实际的去搜索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呢 搜索的 也是达类 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呢 是课程的 对吧 课程的 你看一下 这个是高大课程 直接告诉你课程的 直接告诉你课程的 有可能 我们刷新一下 达类机构 那么他只是做了达类这个关键词的一个投放 投放的话 他是第一种样式 第一种样式 第二种样式的话 目前没有啊 有时候的话也会出现 我们看一下 还有什么呢 品牌起跑线的 你看搜索达类像这种 直接是教师 教师 有时候我们在百度里面去搜索达类 这个的话是针对你这个品牌有一定信任度 或者是说知道这个品牌 我们才会去搜索这个教育行业的一些 对吧 一搜索的时候 你看一下像这种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我们去搜索 我们去搜索 什么呢 百大听了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呢 这一块的话是没有 这块没有 好 我们再去搜索 卖子 学月 卖子学月的话 我们也没有去做品牌推广 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商业推广 只做了一个商业推广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像这些样式的话 有时候是有可以收得到 有时候还是没有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在无限端的 无限端的话 这是它的样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张图里面的话是什么呢 是标题 主标题 还有个是品牌的描述 品牌的描述 这一块是它的描述 然后是自定义链接 是这一块 还有一个是 什么呢 在下面这个是 这个才是对的 自定义短链 还有联系方式 还有联系方式 占据整个手机三分之二的一个位置 这个的话是有一定品牌的 如果你没有品牌 你去做的话 其实有时候虽然展现比较多 但是的话 点击的话也是比较少的 或者是说点击比较多 但是转化的话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你要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的情况下 那么它的购买流程的话 你看全部商业产品 点击开通品牌解保线 那么同意 这些的话我们已经同意了 同意的话 就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品牌 起保线的这个平台 就像我们在这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一样 选择 在这个位置 选择进入 然后在一块输入什么 我 其实我就用我自己的了 然后选择验证 现在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品牌推广 品牌推广 我们把这块关掉 选择新建品牌起保线的推广 你也可以选择新建品牌名片的一个推广 好 我们选择第一个 这个是什么呢 选择下一步 这一块是我们没有 新建我们的推广情况 然后选择推广管理 新建 在这个位置输入我们推广单元的名称 好 卖子学院 然后点击下一步 选择在这个位置 我们选择投放的时间 那么投放的时间最少的话是一个月 那么最长的话是12个月 也就是说最少是一个月的进行投放 看到了吗 在这个位置 最大的话是12个月 也就是一年 你要购买的关键词 购买的关键词 好 卖子 卖子学院 卖子学院 然后选择你看 知道后缀的话 有时候有人去搜索 卖子学院 好不好 或者说 卖子机构 卖子教育 好不好 对不对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在下面增加关键词 叫什么呢 叫卖子学院 好不好 卖子学院 怎么样 卖子学院 培训什么 对不对 像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选择 估价和选择下一步 选择投放的地域 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呢 我们选择云栏 假设我们的是在四川 我们选择只是投放四川 我们做线上培训 那么我们选择全国 选择全国 你看 选择什么呢 中国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然后是日蒙古 那么最多的话 只能投放五个地区 五个地区 最多只能选五个地区 那么完成之后 点击估价 这一块给出的估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正在读取数据中 看一下它会给出多少 你看一下 公信里正在优惠 那么约价的话是这么多 那么现在折扣价格的话是 我们买的是多少 一年 一年买这两个关键词 看到了吗 这个是不是有一些小的企业 基本是投不起的 十二个月 我们投放这里就是一百 十八万 我还以为是 就是十八万打八折 节省这么多 其实就是十八万 然后完成之后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开始扣费 扣费的话 有一个是保证你这里面有 十八万的钱 要大于这么多的钱 从这里面去扣钱 选择上传资质 就是上传你的企业营业执照 然后完成之后选择 行业的基础样式 或者是说行业的 尊享样式 那么基础样式的话 就是很普通的那种 但是的话写式的是品牌推广的 那么完成之后选择 替换创意 那么也可以选择这里 然后选择保存 保存完成之后填写知道物料 还有填写新闻物料 还有填写无限物料 然后这些都全部完成之后 你才进入到审核 审核 有可能的话 如果你的资质不全 这个话你没有去做自己的品牌 因为是品牌推广 那么你在这一块就会出现 审核被拒的一个情况 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一块选择我们的数据 百度搜索的 百度知道 百度新闻 百度无限的 我们可以选择它的频道 也可以选择每天 分周 分月 这样的一个日期 去选择 也可以选择自定义的一个地区 对吧 可以选择自 定制报告 这个比较简单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是个人的设置 就是一些接收的邮箱 然后完成之后点击提交 然后在这一块有一个排行榜 排行榜 你可以看一下 是快速注册什么吗 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有没有 也许的话没有 因为我们在去投放的时候 也许他投放的是其他的一个地区 没有投放我们地区 你看一下没有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反回来 这些的话它都属于什么 那是叫知识推广 知识推广 推广的概况是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选择新建 新建 你看一下 你的品牌的话是否这样 你看品牌 推广刚起步 知名度的话有限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不介意你去做一个品牌名批的推广 如果你的品牌比较有利 比较给力 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品牌词 就像我们的麦子学院 那么我们就选择麦子学院了 不要写麦子了 因为用户搜索量是比较大的 对吧 你看一下 2500三个月 2500 这个的话只是一个关键词 而且只是针对一个地区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 比较适合做一些比较传统的 因为我只是做一个本地的 对吧 我是做一个复科的 我这个复科的话是一家医院 比较出名对吧 那么像这种有一定的知名度 用户去搜索这个关键词的时候 去搜索这个词的时候 这叫医院的时候 那么就是显示的是在首页 而且是品牌推广 这样的话从侧面的话 也是印证了你这家实力比较强大 对吧 好了 那么这一节课程 我们就讲到这里 品牌起跑系列的推广 操作和设置 基本就是这些设置 数据报告的话 我这里都是没有数据的 如果有数据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你选择的是什么关键词 因为这个数据的话 太少 太少 因为我们关键词投放的话 它不像我们做搜索推广一样 投放了那么多 你看购买的缺陷 然后关键词的规则 整月购买 然后无线端购买 PC端销售相关 那系统自动出价 销售相关 那么这些我们就不去照正念了 不去照正念 这个比较简单 好了 那么关于这节课程的一个路由 我们就讲到这里 记住 如果你没有这个品牌起跑系列 你没有上线 有一些同学的话是看不到 选择商业推广 然后再往下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品牌流量 品牌流量这一块选择点击开通 点击开通之后 那么就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比较简单 好嘞 那么我们看到之后的话 就剩下的就是操作你的那些步骤了 对吧 那么再来看一下 在推广助手里面的 有没有这个品牌起跑线的呢 没有品牌起跑线 只有搜索推广 闪投 好 OK 我们看一下 进入搜索推广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呢 没有 那么也就是说 进行我们的品牌推广 品牌专区的投放的话 只能在页面端进行 好嘞 本次课程到此结束 下一节课程中 我们讲闪投的内容 好 拜拜 拜拜 OK 感谢观看